这是黑道上最残忍的刑罚 他们会把老鼠扔进麻袋中 然后将麻袋套在受害者脑袋上 让老鼠啃尸对方的血肉 直到受害者昏迷活活疼死 这一招往往又在血海深仇的敌人身上 而我们的主人公浩南 恰好也曾是受害者之一 他曾是位屌丝中学生 由于社会压力大 各阶层矛盾欲裂 使得家庭对他教育不当 学校对这种问题 学生也是置之不理 陷入青春迷茫期的少年们 大多都是找感兴趣的事物 发现自己旺盛的经历 阿南则是全心全意投入了音乐中 他希望在校园音乐会上一盏头脚 赢得童年级校华阿美清新 可正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不乐不常有 学校领导接受不了这种新兴音乐 深受旧时代影响的他们 只是觉得阿南在一昧地乱跳乱叫 最后更是以回如学校老师为由 将阿南搁几个开除学籍 阿南无奈只能父亲离开 谁知刚出校门 就被一群社会混混海扁 原来就在前几天 搁几个在小区玩球 跟地头车亮坤起了冲突 虽中途又大逼格拦下亮坤 但亮坤显然不想这么玩事 所以才有了这场预谋好的围忧 警察将他们一块拉回去喝茶 但那群混混因为有亮坤保释 早早便拍屁股走人 而阿南几个没钱没事没有大哥 所以只能忍气吞声 而就在他们以为要待上十天半月 打逼格来到警局 意外是来保释阿南几个的 哥几个很感激 想跟着逼格混 但逼格却说 混社会是一辈子的事 让阿南再回去考虑考虑 然而 这群正在青春期的小伙子 没有家庭约束 又没有学校教育 眼下遭遇不公平待遇 坚持到社会上的风风雨雨 哪能学好 一次浩南回家后 继父特地找他谈话 继父是位职业救护员 当年阿南生父 就是被他抬上救护车 所以他不希望看到阿南被砍 躺在担架上 载上他的车 此时阿南老妈也忍不住来 他知道儿子被学校开除 想到前夫因江湖义气 被人砍死 更是告诫儿子不要混社会 然而 仕途险恶 心情可贵 并非每个人都懂得选择正途 阿南不想一辈子混在工厂 告别家人后 他就找到毕格 坦言想跟着毕格混 这次毕格没有拒绝 鞠躬点香 败关公 阿南正式成为毕格小弟 毕格很开心 他为人仗义 更是把几人看成自己儿子 仔细为他们规划以后的人生 而阿南几个也很干脆 他们为了划清以前的生活 摔碎心爱的吉他 发下室远结为兄弟 告别了短暂的乐队生涯 之后哥几个每天混在拳击馆 抽烟打牌混社会 从一个失忆少年迅速变成社会混混 阿南很开心 这是他第一次掌控自己人生 更是对社团有了一种归属感 很快 阿南的第一次任务来了 毕格为了试试他们的胆量 让哥几个当街围堵P条客 原意只是他们长得难看 觉得碍眼 阿南没有质疑 带上哥几个直接将他们按倒在地 二话不说 一顿痛打 直到警察出现 几人才停手逃跑 这次任务过后 毕格认可了阿南 阿南也接到了第二个任务 毕格让他们去砍工人出身的傻标 甚至还特地找了一堆家伙 兄弟们一看慌了 他们连杀鸡都没杀过 这一上来就要弄人 哥几个心情忐忑 一夜没睡 到了第二天 几人在路口蹲点 娇皮和他女友负责带家伙 谁知中途让警察撞个正着 眼看傻标走出大门 阿南也不管三千二十一 抓起路边竹竿直接冲了上去 毕格将一切尽收眼底 但他没有出现更没有吭声 傻标是工人出身 体制剑了 几个竹竿抽上去就是毛毛鱼 反倒接起一股喊劲去追阿南 阿南被他追得满街跑 骄皮及时出现将傻标摁倒 阿南回头直接插了下去 本来任务已经完成 谁知街边又冲出一群人 抽搐砍刀杀向警人 净好警察出现 哥几个才没被团灭 之后山鸡将阿南背到他奶奶家 看着伤口血流不止 这群出入江湖的小伙 全都晃了神 反倒是奶奶脸色凝重 用烟丝混合云南药 简单做了一个止血包扎 碧哥知道阿南被砍 来到红星总堂兴师问罪 可这时亮坤却说小弟跟了东星 阿南被砍完全跟自己没关系 碧哥十分无奈 没有证据也不能拿他怎么样 回去后将阿南山鸡扔进了笼子里 原来山鸡为了给阿南止痛 竟是拿了一包粉末吸食 碧哥知道很生气 他清楚违禁品影响一声 干脆直接把两人扔入铁笼里 拳打脚踢用水浇 硬生生将两人矫正给过来 没过多久 帮派发布了一个任务 内容是跟东星争抢一出地盘归属权 本来任务是由亮坤 毕哥两个堂主负责 可谁曾想亮坤放了响炮 反倒是东星人马先杀了过来 两马人在建筑工地亡命厮杀 人生嘈杂 场面十分混乱 他们大多都是青年人 有的人甚至不明白 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 很快警察赶到了现场 虽拦下了这场乱斗 但很多人的命却就此了结 阿南很幸运地在乱斗中全身而退 然而小伙子正走在路上 忽然就被一群人给劫走 这人自称东星沙蒙 说阿南这小混混不舍好歹 竟敢干掉了他亲大哥傻镖 随即让小弟拿出麻袋 扔出黑耗子 要把阿南活活咬死 关键时刻 一通电话救了阿南小命 逼得沙蒙只能痛打泄分 而同一时间毕哥来到了红星总堂 表示阿南为红星出生入死 求几位大哥出面救人 然而这群身居高位的 个个都是老狐狸 谁也不想下场惹祸上身 当即表示大街上人很多 那个叫阿南的也不是特别能打 走了一个再找一个就是 毕哥吃了一个闭门羹 但他并没有打算放弃 随即带着山鸡几个来到东兴总堂 担当敷衍要去找路拓亲自要人 东兴的态度十分暧昧 所谓合则两立分则两伤 东兴几个大哥就是看中了油水 这才打电话救下阿南 沙蒙受几个大哥驱使 表明要红星让出那块地盘 火拼的百万医药费也由阿碧承担 毕哥闷声不吭 他为人仗义 可又不是菩萨 声称江湖是江湖了 大家生死各有天命 沙蒙找他要医药费 自己手下又该找谁要 说吧 毕哥抓起餐刀向自己扎起 表明这一刀是还给东兴的 眼看东兴还不想放人 毕哥又说自己抓了骆驼孙女 东兴老大骆驼一停坐不住了 他是老一派江湖大哥 直到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眼下毕哥投鼠机器 吃了一个闷窥没理由不放人 就这样毕哥担刀赋宴 江阿南从敌队帮派东兴救出 没过多久 亮坤被人曝光 手下企业被警方查封入狱三年 两个月后阿南伤势痊愈 他来到了纹身店 决心跟自己过去告别 从此彻底迈入黑道 新《古惑仔》之少年激动片 是由刘伟强 谢霆锋 李灿森等人出演的一部剧情动作类电影 影片作为《古惑仔》系列特别摆 主要叙述陈浩南如何走上社会的道路 整体剧情零碎太过流水账 相较于主系列《刀山虎海的兄弟义气》 本片主要还是揭露年代悲剧和青春残酷 加以部分政治背景 烘托这种迷惘 有了较为直观的即视感 存在全人向善活在当下的意思 那么你怎么评价这部电影 欢迎打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 好了 今天电影介绍就到这里来 梦得四九天天见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有的你 的你